小黄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互免美甲的征集帖 勉励的勉 不过这里的意思是只网上一些摄影师化妆师甚至理发师 为了练手找模特 互相之间不用交钱免费 小黄说之后他被朋友拉进裙 报名做手模 每次只需要交20元卸甲费 互免美甲就是我给他提供手 然后他用我的手进行练习 然后我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美甲 本来每个月自己要换一次 然后就觉得这片技术比外面的技术 其实是要好一点 这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就说那就干脆来这里做好了 做美甲的地点在杭州拱树区 经纬国际创意产业园里 门口的牌子上写着 杭州军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月10号小黄第二次来做手模 那个学徒做到一半 就是要给那个老师检查一下 然后给老师检查了之后 老师说了一句让人 让我不是很理解的话 他说他跟那个学徒说 他说你找的这手 然后其实他当时表情 加上语气都不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来 当时他的表情语气是什么样的 我不能学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误导别人吧 就是你理解 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时候也太丑了吧 就这种意思吧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生气 小黄说 讲这句话的是公司老板娘 当时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但越想越生气 回去跟朋友说了这事 在微信上给老板娘发了消息 大意识说 他认可美甲师的技术 但那句话让他很生气 觉得没礼貌 之后对方回复 我没看你手 我也没给你做 你可以不来 然后他就把我拉黑删除了 然后我当时又截了图 因为我们还有个 没架手磨群的嘛 我就马上去那个群里发 但是我发了一张图之后 我也被踢出来了 我就没有沟通他的方式了 然后我就进了他的抖音粉丝群 然后把这件事情的经过 发在群里 但是我也被捧击了 就是可能是他的朋友吧 粉丝群里老板娘觉得小黄有些敏感 她说的是你着手 意思是不符合要求 不是说小黄的手丑 当时群里还有其他人也说小黄敏感 我们老师他那个话是在跟我说 是在说我的问题 然后他后面让我把他手给他弄好 你觉得当时那个老师跟你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现场 就是让我做好一点 跟我说这个手不太好做 然后让我慢慢做 然后他后面还让我把他的手做好 做可爱一点 辱妈我是白嫖党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互利互惠的呀 他也锻炼了呀 难道对待每一个手磨都可以这样对待吗 昨天是说他说了 他说那我跟你道歉啊 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起了 我觉得这在我看来不算道歉 小黄说报名手磨的时候 需要在群里发一段手的视频 如果不符合条件 当时就可以告诉他 并且他没有提出过任何赔偿 只想要一个真诚的道歉 接受采访 解决事情 我们愿意解决事情 去这个当地的这个街道的 这个 街道的毛条 毛条这个 毛条中心 第二我们报警 一旁的老板娘表示 反务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现场双方决定先坐下来沟通 1818黄金眼记着报道